新闻最近很重啊 但是大家别忘记了前一阵子的焦点是美牛是不是要进台湾了 这是马政府连任之后首当其冲的难解的问题 讲到了瘦肉精该怎么处理 新内阁上任的第一个礼拜 马上召开跨部会的协调会议 来看看最新的进展 你是不是分成佳晴宇 还是日本模式 拿着文件资料准备开会 谈到美牛话题 个个都很低调 新内阁上任第一周 针对美牛瘦肉精议题 首度召开跨部门会议 外面现在非常混乱的讯息 我们请学者专家来做一次 清楚的整理 我们没有什么预设的立场 除了任何食品安全的话 我们都希望说 经过专业的分析 后面采取对策 有没有时间表 台湾底线在哪 官方单位都没回应 除了专家学者之外 经济部由常务次长梁国新代表出席 而国内颇富盛名的读物科权威 林杰良没有受邀 传出就是因为反美牛态度明显 与官方立场不同 因此请到的是荣总临床读物科 主治医师杨振昌 就在同一时间 养猪协会也在立法院召开公厅会 我不知道说是什么 我们的政府对国内的健康都没有考虑 我们特地反对解禁受众症 说有一天改金 什么人还要改成我们国産的豬肉 它是有增加额外的健康风险 利聘农委会的美牛闭门会 养猪协会自立救济 找来专家评论风险 就怕瘦肉精门户洞开 冲击跟着来 这份是转郭欣洋台北采访报道